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在后院灭温灭苍蝇的好办法 因为你在后院里种东西,种树啊,种菜啊,种花,种草都容易招一些这个温虫 那么就是说这个温虫呢很容易给带来一些传染病 所以说每年呢就是说我们都要这个及早的做好这个防温灭温的准备 因为我已经今天感觉到温子了 所以说我要马上的把我的这个每年要 就是说我们都要这个及早的做好这个防温灭温的准备 每年要做的项目赶紧的来做一遍 这个灭温的方法呢就是说 啤酒 还喝啤酒 倒点啤酒 少倒一点就行了 然后再倒点红糖里边 哎呦,还喝红糖 真是香 就是弄一点红糖里边就行 啤酒还行 啤酒,红糖,然后再加一点发酵粉 酵母,酵母还有抗癌作用 哎呦,too much 不行,太多了 那这个 这个之所以放这三样东西呢 就是说红糖,啤酒和酵母 就是因为这个温子呢 特别喜欢这种啤酒和这个 啤酒和红糖酵母 它们喝起来这种甜丝丝的这种味道 就是说温子是最喜欢的 favorite的这个东西 对,然后呢,我们除了放这三样 这三样东西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温子来 赶紧过来喝,赶紧过来喝 然后呢,我在这里边再给他们加一点这个 就是肥皂液 哎呦,你怎么这么坏 就是肥皂液了,就洗手液 洗手液 因为这个洗手液它是碱性的 所以说呢,当温子温见这个 这个啤酒味这么好温,红糖味这么好 它赶紧跑来了 跑来以后呢 它就会在这里边 然后我们加上水嘛 它就会在这里边缠缆 然后呢,因为这个肥皂液它是碱性的 所以说只要产进去的缆都必死无疑 所以说,这样的慢慢的这个瘟子呢 就会在你家里后院里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断子绝孙 真的是断子绝孙 这种招数 然后呢,给我拿点水来 这样的话就是说,搅呀搅呀的 来吧 然后呢,我分成两下 好了 然后呢,我就 把它搅一搅 搅了等它们化了以后 就找一个 你温温香不香 不用 我现在离这么远 我给你香了 啤酒香了 再加水红糖 再加肥皂液 好像肥皂液放太多了是不是 就可以了 一会儿它就 沫都下去了 能吗 嗯 然后呢,把这些东西都搅和好以后 就把它找一个 边边角角的地方把它放起来 蚊子喜欢 是 就放这儿 放这儿,然后呢 它蚂蚁蚊子,苍蝇 它们都往里边爬 嗯 放这儿 嗯 然后这样的 放到这个地方以后 就静候它们来 来享受 来享受 在这个地方繁殖 一定会 让它们赶紧的来享受 享受啤酒 和红糖 和红糖 和酱母 添汁 很好喝 然后在这儿产奶 嗯 然后呢 隔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 你家里的蚊子会越来越少 看出来 飞虫还是比较喜欢 这些 东西的 你看 刚刚放在里 就已经有 飞虫落到上面 有的已经落网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昨天晚上放的这些 这个灭蚊 灭蚊 灭苍蝇的这个 钥匙 效果怎么样 哦 战绩辉煌 看见了吧 各种各样的蚊虫 还有 这个蚊子 苍蝇 还有飞虫 都跑过来了 你看 这是昨天 昨天傍晚放的 今天一大早 起来看一下 就已经有这么多的 蚊虫落网 还有这些小的 还正在那爬呀爬呀 它们 正在往下刹 除了 除了这些蚊虫之外呢 去年我弄的这些东西呢 就是说 还有很多蚂蚁 它们也都爬进去 最后这个 碗里边都堆的满满的 这些就是蚂蚁啊 苍蝇蚊子 飞虫 所以说呢 这个方法好像 我觉得好像 还挺管用的 一碗 把它放到 你后院的 不同的角落里边 不要靠近 你家里的门口 放到 那个院子里 不同的角落里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就把这些蚊虫 都吸引到 这些 这些 container这来 一个是把它们 都淹死了 还有呢 就是说 它们在这里边缠缆 然后产出来的蚊呢 都不能成活 这样你家里的 蚊虫 就会越来越少 在后院里 夏天在后院里 呈凉啊 干什么都会很 很舒服 没有这些蚊虫的干扰 如果说 你有什么更好的 防蚊 灭蚊 灭虫 灭苍蝇 这些好办法 欢迎你给我们留言 和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